由導演王小弟和臺灣演員們共同完成的閱讀時光計畫 挑選十部文學作品拍成二十五分鐘的文學電影 導演鄭文棠拍作家楊葵的作品宋鮑夫 而鄭友杰拍攝海洋文學家夏曼蘭博安的作品 導演王小弟則是選擇拍作家記記的行走的樹等等兩部作品 文學是創作的源頭 希望透過影像大家能夠再把經典拿回來好好溫習 演員梅芳細膩呈現導演王明台改編指導的文學電影 後來讓作者廖玉慧非常感動 尤其梅芳老師來演這個角色 我看了馬上就掉下眼淚 就覺得說好像看到我母親又活過來了 然後想到往事 就勾引出一些很特殊的感情 導演王小弟領軍閱讀時光計畫 幾何實力派導演和演員共同完成十部文學電影 其中導演鄭文棠更遠伏日本北海道拍攝 重現作家楊葵送報復中 一九三零年代台灣青年到東京打拼的故事 我後來選了北海道 因為北海道下雪量算大的 而且我們去了一個比較荒野的地方 比較山上的地方 所以那個景致是非常早期日本的 那個街道的影像都還在 十部經典文學作品橫跨台灣不同時空 題材從寫實到魔幻 像是導演王小弟改編指導作家王登玉的圖像小說 《大象》同時加入動畫呈現奇幻世界 還有作家記記 行走的樹 在王小弟的鏡頭下呈現充滿傷痕的大時代 wait 等一下 老衛你不只往上髮 老衛 請就走 還會懶得下去跳了 台灣經典文學著作改編成電影 帶我們穿梭時空 풍溫文字的魅力 拉不了